另外还有一群是来自家福中心的小朋友们 在假期间他们打扮成万圣节的角色 在商圈呼喊口号 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民众一起来捐发票 帮助弱势团体 南瓜人 吸血鬼 白雪公主等故事中的人物 怎么都出现在台北街头啊 原来这是甜品业者的噱头 在万圣节带领着家福的小朋友们 一起手足舞蹈的采接游行 向附近店家呼喊着 不给发票就导单的口号 希望将这些收集到的发票 变成大大的爱心 我们听到的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他们希望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万圣节呢 可以一起上街的一个游行 那我们为了要圆着小朋友的梦想呢 我们特地呢 跟爆薰粉园合办这次的活动 那带小朋友呢 在街上呢打扮成各种鬼怪 然后呢在街上一起欢乐 家福人遍布全省各地 那我们在台北这边啊 是要非常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在台北啊 在那个一些边缘 或者是阴暗角落的孩子们 那其实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带给孩子很多的阳光跟欢乐 我觉得非常重要 募集发票一个活动 就是给我们的希望嘛 其实不管用任何方式 我们都非常欢迎 就是每个社会上每个角落 每个人都一起来赞助 那经济弱势的孩子 而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但可以将大家的爱心 化成实际行动 帮助弱势家庭 而这些小朋友 对于能在外圣节 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故事人物 也感到十分的开心 你今天示范什么 南瓜 这个舞学多角 我没学过 你没有学过 那你当什么跳的 就是跟老师跳的 老师你之前都没有学吗 现场 没学过 现场啊 对啊 第一次跳的 业者表示 希望能借着这样的活动 让社福团体 在景气寒冬中 也能感受到温暖 并期望在日后 能举办更多 回馈社福公益的举动 让若是族群 也能感受到 人性关怀与温馨 明镜卫视 罗子庄高阿翔 台北采访报道